接下来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周建华校长 周建华校长是中学数学特级教师 教授 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曾获全国教育科研杰出校长等称号 今天周校长会给大家带来40分钟的演讲 之后有20分钟的问答环节 同样的形式大家可以在两个麦克风之后排队提问 谢谢 尊敬的大会主席和您的团队 感谢您的邀请 各位专家 各位朋友 我受刘鹏珠校长的委托来出席这个论坛 那么我汇报的题目是引领担当 在中国教育改革背景下人大附中的模式 那么中国教育改革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个从国家来说提出的中国梦 要建设创新型国家 建设美好家园 建设美丽国家 那么建设中国梦呢 科技是关键 人才是核心 教育是基础 另外一方面刚才也谈到了 中国的老百姓 历来有尊师宗教的传统 那么现在老百姓对教育的希望 就是能够公平地享有幼稚教育 所以从这两个维度来考虑的话 教育不仅是国际 而且是民生 那么作为教育人 作为人大附中人 我们的思考就是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有用之材 那么人大附中怎么思考 达成我们的目标呢 我们的教育哲学就是引领教育变革 担当社会责任 我们如何引领教育变革呢 实际上人大附中应该说 是教育家办学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刚才我们白总也提到了 教育家办学 就是按照教育规律来办学 那么具体的呢有三个规律 一个是教育规律 一个是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一个是人才的成长规律 那么这一个规律到实践层面 至少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创造适合每个学生发展的教育 另外一个呢 是创造适合每个教育员工发展的教育 那么这两者呢 又统一在三个点上 桌檐点是学生 树立点是教师 七路点在课堂 作为教育家办学最终的结果 就要让更多的孩子 享受优势教育 现在我们达不到 让每一个孩子 都享受优势教育 下面呢 先请大家看一个视频 这个大致上呢 是对我们达到我们的情话 做了一些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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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Affiliated School here, being able to partner with schools in the U.S., I think that really is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我认为这就是所有学校的学校 所以当我看到这一个模特性的 实际上的问题 我问自己的问题是 如何能帮助所有学校的 所有学校的学校的学校 更像这些学校 所以这是我认为 谢谢大家 我要向 我要向大家介绍的 这个视频的制作者 也是我的同伴 我的同事 我们是颜辉副校长 是我一起来到这个大会的 那么今天我想 重点就第一块引领教育变革 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实践 因为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人和事 讲一天 两天 三天 讲一个星期都可以 那么今天我的时间也非常紧张 那么97年 刘鹏之担任人大附中的校长 这个时候呢 他对人大附中呢 有一个全面的架构 包括我们的办学目标 办学理念 办学目标呢 是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 创世界名校 应该说这个目标呢 在2007年已经达到 那么我们的办学思想 刚才前面好几位专家 反复提到了 尊重构性 挖掘潜力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 一切为了人类的进步 那么我们的育人目标呢 表现了四个方面 就是要培养有中国心 道德魂和创新力的 高数字的人才 应该说我们主要的手段 就是通过创新 那么这些呢 都是李校长体会的 各个人创新的方面 他呢做教育 已经是40多年了 每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 如果这样算的话呢 相当于工作了90多年 就是按照8小时算了 所以他的最深刻的体验 就是S教育的最高境界 S自然留意的奉献 尊重是教育的真谛 尊重是创造的源泉 下面呢我想通过一些案例 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 这个孩子呢 我们现在称他是音乐才子 他实际上升高中的时候 是不够人纳服中分的 但是呢因为他是我们 共建单位的 这个也是国家政策允许的 他还是进来了 那么进来以后呢 这个孩子又体落多病 似乎躲不下去了 而且突然有一天啊 他父母就找到李校长 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因为我们李校长 像一个老中医一样 下面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 都得交到这个老中医手上 就是说这个孩子呢想干嘛呢 他想参加超男 因为当时那个江台超女很成功 准备办超男 那么家长就特别反对 因为家长希望他学文学 那么交到李校长手上 李校长就把这个孩子找来问 你会唱多少歌啊 他说怎么着也得一百多首吧 然后呢唱了几首听听 真不错 后来说李校长呢 就反复游说他的家长 这样的家长同意 这样就是说 你先参加超男看看 如果专家觉得你行的话 你将来就学音乐 如果不行的话 你还得学文学 结果到后来这个超男给叫停了 是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李校长又反复做这个家长的工作 因为为了准备超男呢 李校长就是利用学校的资源 找了一个我们国内的著名的音乐家 给他辅导 这个音乐家告诉李校长和告诉家长 说这个孩子有天赋 大家看到我们刚才97年 李校长架构整个学校的时候 什么校徽校佛 整个的都是全的 但是有样缺憾没解决 什么呢 校歌 一直有十多年 专家 这个词作家 助曲家 十多年都没解决 我们校长同学在下面都知道 是吧 我们一直没有校歌 但李天行到后来 终于去学音乐了 学了音乐以后呢 考上传媒大学学音乐创作 学音乐 学了一学期 给人大夫中写了20首歌 其中有一首校歌 我们听一个片段 明媚的阳光下 美丽的小园里 听那歌声多 嘹嘹我们想聚在一起 这个词曲都是他 我们把这个视频 送给全校师生选 大家都非常买 好 又过了一学期 他又给学校送歌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是刚才是一个非常欢快的一首曲子 那么这一首校歌呢 是相应的就比较舒缓的 这就是我们刘鹏之校长 爱是自然流云 那么这个词曲作者呢 他说词作者是刘鹏之和李天行 所以刘长说我没有跟你写词啊 我不能贪人之功啊 他说这前面那两句话 就是你说的两句话 我把它放在这个歌的前面 所以这个歌放到网上 刘鹏之声平也很喜欢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不是一首校歌 就是这两首校歌就并行着 然后特别可爱的是 就这个孩子呢 他的父母关爱这个剑洞人王甲 这个王甲本来是一个青年作家 非常有才华 但是他说后来成为剑洞人 那么他的父母就照顾他 那么李天行跟他寄错以后呢 就是出席了许多活动 而且呢专门的给他的活动写了歌 叫点亮生命 也是他自己唱的 这后面的学生是我们合唱团的学生 所以这个李天行呢就非常有才华 而且呢就是非常喜欢做这种公寓的世界 那么这是呢 人大腹中的校歌与太阳一同升起 是2008届毕业生李天行创作的 毕业一年 他为母校创作了两首校歌和二十多首歌曲 充分显示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其实我一直都非常的喜欢音乐 将来想搞音乐做编导 但是我的父母呢就特别希望我学习中文 现在想一想 如果当初不是刘少长说服了他们的话 让我从事我自己喜欢的行业 我真的很难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像李天行这样的学生 在人大腹中还有很多 他们不一定学业出众 却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展示自我 发展特长 放飞梦想的平台 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学生叫金豆豆 这个学生的国学功底文学功底非常深厚 他本来考北大的文学院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后来还是出了问题少一分 少一分就上不了北大 后来呢这个刘长也经过过学院 他去了北师大 那么这个余苏泉老师呢就是他的班主任 那么这个班主任 是他的语文老师 是语文特级教师 在全国也非常有影响 那么这个7月16号 我们是全员集中在一个地方培训 那一天呢是电塞联名 咒语永夜 这个是余老师写的 他就想到这个学生失利了 所以呢他就写了一首诗 就是把这首诗呢通过短信发给这个学生 那么这个学生呢当时就回了一个短信 就是回谢谢老师的鼓励 等有空的时候 他再写一首小诗来奉贺老师的诗 这就是这个孩子呢后来写的 那么在这个新年这个国务院参事 和中央文术国务管员的招调会上 他们就是中华支持的吟唱会 结果呢全场评价最高的 就是专家选的 那这首诗是选上的 那么评价最高的 那么评价最高的 吟唱最好的也是这首诗 这个助曲也是李天行 然后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故事呢还搬上了全全校的教师培训这个大会 让老师们呢实际上就是通过这样的案例 那么这个余老师还有一个特点 他跟学生接触就说一高兴就给学生写一首诗 一高兴就给学生写一首诗 所以这个学生只要得到他的诗 就认为是最高的奖赏 所以这个余老师呢在中国教育报上发了一篇文章 叫做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入人 那么第三个案例呢叫施依蒙 他是获得这个樱桃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的这个一等奖 而且他呢还同时获得了美国物理教师学会的一等奖 美国联合会技术公司的一等奖 和专利商务协议社团的一等奖 那么应该说这个科技研究在我们中国中学生来讲是相对薄落的 那么这个孩子他获得这个大奖 那这是他的这个研究项目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视频啊看一下 他这个实验的名称 这是研究昆虫的仿生一流啊这个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获奖以后啊他去找到刘二长 李二长说这个孩子获得这个国际科学工程大奖赛一等奖 这个孩子找他过来我见见他 结果这个孩子见到李二长以后开口就说 李二长我这个获奖是因为你帮了我三次 如果没有你帮助我三次的话我获不了奖 为什么呢拿三次呢 就是这个孩子他是郊区县的学生 按理我们小学生初中是招不到他的 但这个孩子和他的妈妈自见来了 他凭什么自见呢 就李二长就问他你喜欢什么呀 你有什么特长啊 他说我喜欢昆虫 那么这是李二长从来没听到过的答案 一般孩子说比如说我钢琴十级 我舞蹈十级 我英语什么什么什么六级 对吧 这个孩子说喜欢昆虫 后来问问他这个很特别 就让他进来 结果进来以后初中三年他还是有点喜欢昆虫 结果中考他分数又不够了 所以中考以后他又去找校长了 说校长我就是那个喜欢昆虫的 我现在还差点分 后来我们学校领导进口讨论 就破例把这个孩子收了 这是第二次 那么第三次呢 因为这个印度工程大赛是五一份 这个时候呢他都直到老师去找李二长了 说李二长这个孩子要去参加比赛了 估计能拿个奖 但一等奖没把握 他说他万一拿不到奖回来就惨了 因为我们现在六一份高考 他说李二长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给孩子联系个学校 人家能接他 结果联系了北京两个学校说不行 这个体制原因 怎么着都不行 好 那么李二长就告诉这个老师说不行 那么这个老师告诉这个孩子不行 就过两天呢 这个老师又来找李二长了 说李二长你动动脑筋啊 北京的学校不行 外地的学校你再想想办法啊 李二长一想想到外地有一个校长是院士 很开放 就跟他说 那么结果这个院士呢 听到这个事情以后 他们也专门的讨论了一下 他说相信人那不忠 相信李二长 这个孩子不拿奖 我们也接 结果这个孩子得到一等奖以后 孩子给北京的学校抢去了 所以我们觉得就从这个孩子身上 你看他的高考 小生初他中考度不够我们的分 但是他能拿到这个一等奖 就这样的孩子最关键的什么呢 他的兴趣在哪里 是不是专注于他的兴趣 有没有毅力坚持他的兴趣 有没有能力在他的兴趣点上走到高端 当然从教 这是他自身来看 从教育环境来看 我们如何去发现这个孩子的兴趣 如何创造平台去发掘他的兴趣 进而发展他的兴趣 这是教育的规律 再看一个孩子 这是我们高傲的学生 高三不读了 直接进了华大基金研究院 直接去做研究员了 而且他负责 他就是这个研究项目的一号 负责基因黄瓜的测序 黄瓜的基因测序 这时候刘长呢 专门到这个团队去调研 这一次还好 他们团队有个特点 老科学家小科学家都喜欢剃光头 我们当时去了也感到非常震撼 那么这两个孩子 这个孩子也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他也在这个华大基金研究院 那么《华盛顿邮报》呢 专门的采写了赵博文的一篇文章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在这个记者约翰 在华大基因研究院 朝气蓬勃的特种兵团 办公室的医域 找到少年赵博文 17岁的他曾经参与大项目 《黄瓜基因组秩序计划》 目前正在着手研究 人类的爱扣 智商 智商与基因的关系 这个在我们学校也在研究 他说 作为华大的一员 年轻轻轻的他 便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基因组学研究中心 挑起了大梁 正如中国的科技发展一样 中国人正奋力判登科技高峰 在巨大的体制面前 体制滋力不再成为阻碍科技的障碍 所以美国人对我们中国有两样武器 一样就是控制你 一样就是希望能够把你夸分头 是吧 所以他声称 古老的中国将重返世界科技强国之林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种鼓励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 这孩子当时要走的时候 这个家长和孩子都很纠结 因为我们的体制 你不走高考这一条路的话 你的风险极大 特别是你去研究的话 如果没有成果的话 你将来什么都不是 那么他为什么走了呢 为什么学校支持他去呢 就是华达基金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 交给他一个项目 说你只要一个礼拜能做出来 我们就要你 结果这孩子两天都做完了 所以这个研究院也特别吃惊 后来刘压长就征求这些科学家的意见 科学家说他过来肯定没问题 那么刘压长为什么去呢 实际上还是不放心去看看 发现他真的没问题 所以从这个方面呢 这样的人很少 但是我们在中国的体制下 希望这样的人能越来越多 没准这样的人是大财 你想不要该次他也没躲完 是吧 那么下一个案例呢 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 我们和美国的托马斯·杰克逊科技高中 以及伊利诺·伊利克高中 开展了三个学校的一个联合项目 科学合作 创新发展 2010年仁大夫中和美国名校 伊利诺·伊利克高中 托马斯·杰克逊·伊利克高中 共同发起进行科技创新研究项目 这是一项以新能源为主题的 科学合作研究项目 托马斯·杰克逊理科高中 是美国著名的理科中学 在美国排名第一 是每年英特尔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的 重要获得到的很多东西 部长来到人大附中访问时 就此项目和人大附中的师生 进行了面对面的探讨 双方还就教育教学等各方的研究 会随着双方的努力 时间关系 那么我们这个研究呢 后来我们生物学科学生的研究成果 就发到这个《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这个编辑看来以后非常震惊 这个很快发表了 他说这是我还专门写的一段很长的 有半一指的编辑而言 他说这是我们创刊四十年以来 首次发表中学生的作品 那么这一种研究实际上 对参与研究的项目的学生是一种促进 那么对我们学校的老师是一种促进 对学校的课程建设也是一种促进 比如说我们研究性学习这个课程模式 就有了一种颠覆性的改革 其实原来我们是包班的 一个老师包一个班 那么这个班可能学生有四十个课题不同样 那么这个老师的头就快炸了 因为比如说一个语文老师 他要辅导物理的题目 生命科学的题目 他根本没法应对 所以现在呢 我们借用这个托马斯·吉佛逊理科高中 和伊尼诺宇宙理科高中的经验 我们就按项目 你语文老师 你也有文学研究的特长 那么所有报文学的 可能就集中了你这儿来 那么我是物理老师 那么报物理的到我这儿来 我教生命科学的 那生命科学的到我这儿来 那么这样的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那么在这个比较以后 我们发现啊 中国学生常于方案设计 我们当时三个课题 中美双方的学生都设计方案 结果最后用的都是我们的方案 但到方案一试出一动手以后发现 我们跟他这个操作能力的差距 还不是一星两点的差距比较大 从思维上也是 我们习惯于很严密的逻辑推理 那么美方学生呢 做两个点三个点 他就能大胆地提出一个想法 我们孩子大量的时间用来完成作业 那么他们大量的时间 首先是体育锻炼他的爱好 接着呢是要研究他的科研项目 还有一大块时间就是在课堂上 以讨论为主 那么课堂讨论的时候 他要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发表什么观点 更重要的是 我用什么证据证明我的观点 那么这个花去了他很长时间 当时特别是这个睡眠时间 让我们大吃一惊 这个是真的 就是说他在正常上学的时候 睡三到四个小时 寒暑假睡四到五个小时 那么中国学生这边呢 我打了一个问号 不好说 那么第六个案例就是跟我们 那个节约的周总和高中有关系的 就是一年年的八月 突然我们接到报告说 我们学生又拿了一个世界一等奖 结果一问呢是 结约全球商业挑战赛的一等奖 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能够拿到一等奖呢 实际上 这是我们相应的老师 这是我们的一些志愿者 最初呢是联合党创意 就是一个无线网络 当时呢是应该是零几年 零二年零三年 刚开发出来 要从人大部中做项目 就是不用无线上网了 学生每人一台电脑做一个科研项目 好 这个学生因为每人一台电脑 就放在手边 不受限制 所以整天就在往上爬 那么一爬就把JAA给爬出来了 学生特别感兴趣 所以这样呢 我们一个苏大军老师 现在已经是我们西山学校的下长了 就把这个项目呢作为课外的活动 后来呢又传到这个密奇老师的手中 他呢又把这个建成了一个校本选学课 那么后来李虎老师和张帅老师呢 发现 因为他们都是要学哲学的 学这个政治的 这个软件里面好多是数学的 所以他们稍微交一交以后 学生只要入了门 他们就不行了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想了一个借烈打烈的办法 就是让学得最好的学生到大学以后 还把这些学生交回来 来交这个课 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 校友设客志愿者的模式 所以这样呢我们学生教学生 这个水平迅速的上去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能拿到全球总冠军 跟这一种体制也有关系 下面呢说一说人大部中的课程 那么现在实际上在 关于课程的交流 经常会说我开了多少多少的课程 实际上这个对课程的理解是片面的 它是一方面 就是课程的结构 应该指向你的一轮目标 但是很重要的 你这么多的课程 你用什么方法去实施的 这很关键 比如说我们教中学数学 中国也教中学数学 美国也教中学数学 都教中学数学 都教全等三角形 但是不同的方式 会生出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这里提出 就是课程实施体系内的办学思想 你是不是尊重个性 你是不是把学生的潜力挖掘出来 那么我们生成的课程资源呢 就突出这种综合性 选择性和多元性 这是我们的课程机构 是指向我们的运轮目标的 运轮目标在最顶层 那么我们一层一层分析下来 比如说我们这些运轮目标 最核心的是哪些要素 那么每个核心要素有哪些点 这样构成了我们几大类的课程 那么这是我们生成的课程资源 就突出了综合选择和多元的特点 我们正常的校本选修课 就有两百多门 然后学生选 一般的小语种只要有两三个人选 就开课 除了小语种 其他的一般的十个人以上的就开课 所以正常的能开出一百五十多门 这里有一个简短的视频 看看我们各种各样的选修课 这是学生开的 这个时间关系 我这个想加快速度了 那么这么多的课程学生怎么选呢 我们在综合了几年的经验以后 就想到让学生像逛超市一样 在课程超市里面选择 所以创造了一个课程超市 所以每个老师呢 他得背着自己的展板 然后考虑好什么东西最吸引学生 怎么跟学生推荐自己的课程 因为选的人一多他就成功 当然这个 这个选了以后不一定还成功 我们还有一次试听 就第一次课去试着听 一听这个课就是我要的 所以下面十次课就听下去了 一听不对还可以重选一次 但不能重选第二次 那么像刚才我说到这个课程的实施 那么课程实施呢我想举一个案例 而且举的是 还不是主流学课的案例 我们举一个初二的 我们校本必修课 叫男子行体课 男子行体课呢 讲了一个蒙古族舞蹈 叫做外刚内认 蒙古族男子舞蹈的体验 那么以前的教学就是 上来告诉学生我们今天学什么 然后老师做动作 学生跟着学 学了以后看看谁做错了 你到前面来把错的再做一遍 其他同学你不能这样做 然后最后呢反复念 那么现在这个老师呢更新的设计 就课前要求学生你上网去查 那么上课以后 第一你得用嘴说 这个蒙古族舞蹈有什么特点 第二你得连说代笔话 把这个舞蹈特点表达出来 你可以先静态的 然后再用连贯的动作来表示 那么展开的时候大家念了 念了以后大家看谁做的最好 最好的到前面来做 大家跟他学 那么接着一个环节呢 就放一段蒙古做舞蹈 然后让学生来讨论这个舞蹈背后的 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 好了 再让学生来创作 先静态的 然后再变成连贯的动作 你可以一个人创作 也可以变成一个小团队来创作 那这个地方 这种设计实际上就体现了 课程实施当中 尊重构性 哇就潜力 学生为主体 你看 这个孩子脸上 多么自信 多么阳光 我当时在下面听课 非常非常的感叹 非常认真 你看 特别是 到了让这个孩子自己创作的时候 你看 让他们自己创作 非常有创造性 注意这个 尽管他跟蒙古做舞蹈没关系 但是这个恐怕 是他创新的一种重要的体验 对不对 他尽管是接舞的动作 跟蒙古做舞蹈不搭的 但是 将来跨界就是创新的一种重要的手法 是吧 所以一开始这一课 学生的表情挺默的 到了最后 神才飞扬 所以我们当时看了以后 特别震撼 我的 因为我管教学 我就思考 这个老师 这个学生 这个课堂 怎么会从量变到这边的 我得去研究这个 那么李二长当时看了以后 他就决定成立男子舞蹈队 因为这男子舞蹈队很少 而且不让告诉其他老师 不让告诉学生 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所以我们在这个 培训的时候亮相了 特殊的男子舞蹈队 这支舞蹈队 刚刚成立了两个多月 他的成员 我只能跳 我只能跳 红球队 你认为班的吗 初39 初33 初31 初37 初30 初39 初30 初30 初33 为什么能起上跳舞的呢 表明是各个班选出来的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跳舞 到了那步中 发现有行体课 我就特别开心了 到了初二呢 刘校长来看我们的课 他觉得我们跳得特别好 就要只见一个男子舞蹈团 我心里是又激动又忐忑 深怕选不上自己 到了后来老师选上我之后 我心里是十分的激动 心想终于可以跳舞了 而我初完了谢谢老师 还有谁想说怎么喜欢跳舞的 来 谢老师 其实我们跳舞练舞都挺累的 每次彩排活动 我们每个动作都要做好几遍 每次都要汗流浃背 但是我们高兴啊 我们心里现在特别满足 因为有这么多人在关注着我们 我们感受到你的热情了 还有谁想说说 来来来 参加了男子舞蹈团以后 我又认识了许多新的同学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开朗的帅小伙 有了这个平台以后 我又有了更多的好朋友 我们这个舞蹈的名称叫做燕镇 大燕讲究的就是团结一心 勇往直前 通过这次的舞蹈训练 让我懂得了怎样与别人合作 谢谢 看来同学们的收获非常多 是不是 我再就问最后一个问题 接下来还跳舞跳了 跳 谢谢大家 所以你看这些孩子 是一个民族的未来 这是一个有心理教育的一个案例 这个孩子喜欢打人 有暴力倾向 所以他后来没法跟其他人呆 那么就一个人单独地给他一个班 好不容易到了出山 他准备毕业了 有一天他找校长说 不行我不毕业 我还得从初一重夺 就初号快升出山的时候 那么当时其他老师都恨死了 说赶紧让他走 后来人家长决定 就得让他重夺 因为你减少一个危险品推向社会 跟你培养一个成功的人士 可能意义 并不低于前走 所以这样呢又回来 所以这个孩子呢 初中就读了五年 这是刘长跟他谈话 那种形象上能看出来 然后更有趣的 这是一个数学老师单独给他上课 在刘鹏之的努力下终于成立 他是这样听课的 所以这里呢实际上 清晰到尊重个性挖掘潜力 也清晰到一个校长的专业伦理 就是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公平地对待每一个教师 努力地去促进教育的公平 实在对不起时间到了 下面案例呢我说一下 你看中国最年轻的 乔牌终身大师 诞生在我们学校 那么大家可能认为 这个孩子是乔牌的天才 他不是 他实际上呢是 我们一个物理老师来卧底的 为什么卧底呢 他是原来是外地的一个 名牌学校的名牌老师 在网上经常看到人大部中的人和事 他就不相信决定来卧底 那么他的基本功很好 上了一段时间我们非常认可他 按照以往的老师呢 认可以后马上就要申请调动 但是人家一点不着急 从来不向学校申请调动 但后来一个老师来告状了 说这个老师是熄灭的 为什么熄灭呢 就我们学校只要干点什么事 他又拍照片 又写文章 全部可以搁到网上去 所以大家觉得他是卧底的 后来呢李二郎找他谈话 谈话以后呢 他说他喜欢桥牌 想建一个桥牌社 所以这个人大部中的桥牌社就建起来了 那么在他的努力下 这个桥牌现在每学期有四到五百名的学生选桥牌 而且呢我们这个桥牌队 两三年拿到全国总冠军 代表国家青年队参加比赛 这个学生 这个老师呢还成了国家青年队的教练 这就是把它的潜力挖出来了 我只能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下面的案例 每个案例我说一句话 这是我们食堂的农民工 他们跳舞跳上的CCTV 本来是唱充满的 但这些孩子也回去过年 然后呢 我们的农民工食堂的雕刻大赛 拿到全国总冠军的第一名 还有一个农民工 搞摄影的 现在成为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的会员 那么 颐和园的图片集上面 有六张图片出自他的手中 非常厉害 好 我就讲到这儿 谢谢周校长的演讲 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音乐和欢笑 尽管刘鹏之校长 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来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身影 接下来呢 我们想给一些时间请观众提问 想先有两个问题 谢谢校长这么远 好 来我们这里跟我们分享的非常好 现在中国的教育系统的改变呢 走的方向跟我们这里哈佛很相似 因为我们哈佛的这里的主题是 Varitas 追求真理 但我们中国也是追求真理 但是我们中国的教育 给他多的一点 就是比较偏向伦理独特的 够人的全人的教育 谢谢 您表达的思想 我想打一个比方 我觉得如果把人才 比作一个图丁的话 就是全人教育 相当于把图丁的底盘做大 那么当他在专业上 他这个一坐一间的时候 你只有很大的底盘 他才能钻得很深 你好 邓校长好 谢谢自1950年 由中央教育部直接领导 并且就是承办以来 人大附中所得到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源 以及他的身源地理位置的优势等等 绝对不是中国大部分的中学所可以 那么我想问一下您 就是您觉得人大附中的这一发展模式 在中国教育里面 在中国中学教育里面 有多大的代表性 又有多少的借鉴意义 谢谢 好 谢谢 您等一下 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 您为什么这么关注人大附中 而且研究得这么深 就是因为您的主题 就一直在讲人大附中 我本来还想听一下 就是中国中学教育的别的 但是基本上都是人大附中的种种信息 对 然后我就在我的手机上面 搜索了一下人大附中 就什么时候创立 就新中国1949年创立 然后人大附中是1950创立 然后它的前身包括是工农速成学校 然后就这些 对 好 谢谢 首先要感谢这位同学 他研究的背景资料非常深厚 那么您刚才实际上说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表达的一个核心 好像我们是教育部直接领导的 没错 但是占有了更多的教育公共资源 这个好像从我的体验来讲 好像不太确切 因为我想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案例 就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人大附中 我举的这些案例 并不是这个孩子本身是天才 我们把他培养了怎么样 而是这些孩子有的是分不够的 有的本来还生病的 一个病孩子 我们都把它的潜力发掘出来了 那么我想用一个词就能表达 我们占有不到更多的公共资源 我们是衣物归教育 我们人事和财务归教育部管 那么衣物归地方管 那么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 叫他办校 就人家办的学校 就是不是地方办的 是教育部办的 但教育部呢 也不能说教育部办的 就用你我他的他 而且现在大家知道 教育部现在财政经费是非常紧张的 而地方省 地方真的是不差钱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人大能让附中的模式 其他学校怎么去复制 我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不是复制是借鉴 对 借鉴 您这个比我更准确 我刚才我想 我这个题目呢 可能就表达了我们的一种思想 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实验 首先是一种引领 那么你既然是引领的话 你就得走到最前面去 你引领的话 人家就要是可以借鉴的 包括我刚才举的许多的案例 其实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不要积功尽力 得做慢活 按规律办事 我想这一句是其他任何学校都可以借鉴的 周校长您好 您好 我看到我非常高兴的是 人大附中能够花这么多精力 在孩子的所谓的素质教育上面 但是我想问的是 我想问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因为北京本身作为首都 在高考上面有很大的优势 那么这样 如果别的学校 别的区域 如此大的高考压力 他们作为中学 他们是否也能做这样的素质教育 好 谢谢您的问题 我发现咱们天才提的问题 就是天才的问题 深度不一样 都是有挑战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北京的高考 是不是比其他地方容易 其实第一 你从数据上看 现在北京的高校的毛入学率 可能百分之八十几 那么在许多发达的地方 大于等于北京的大有人在 这是第一点 就数据能说明问题 当然和那些边缘的地方比 它还是有一些差距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 是不是占有更多的资源的问题 而且在这种背景下 北京的高考并不容易 它实际上原来是在全国一个范围里 现在北京单独抓生的话 打个比方就是原来是全国高中生一块玩 一块比 现在是北京高中生单独玩 单独比 它的竞争还是非常激励的 一点不简单 并不是说有一种概念 好像北京的高考分比外地低 但是你要怎么看 就是说我教过中国最基层的孩子 也教过中国最拔尖的孩子 昨天我跟波士顿学院一个教授交流的时候 他就问我 你对中国学生什么感觉 我说中国最基层的学校 农村的孩子 学习学习还是学习 学习是他的唯一出路 那么我到北京任教以后 这个孩子 他是要在最小的时间内 我要学到最好 因为我还有许多的爱好 必须保证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你只能是利用有效的时间 比如说有些地方 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月 只能休息一两天 但是在我们学校 你多加一分钟的课 都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呢 那就要提高校 这就是关于高考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学校研究下来 你看我们高一高二有那么多的活动 学生一点不感到学习的巨大的压力 但是呢 我们到高三抓高考也是专达实干 而且我们的理念就是把考试能力 作为学生综合数字的一部分 为什么呢 你将来上了社会 公务员要考 对吧 甚至你竞争一个职位要考 考试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把考试能力 作为学生综合数字的一部分 我们高一高 把盘子做大 到了高三 我们高考也是非常显著的效果 谢谢 周校长您好 您好 我很轻轻能在这里遇到您 因为我是从人大福中毕业的 您好 我是2010年的毕业生 我现在 我现在在美国东北大学读书 然后就您刚才的演讲我非常深有感触 我觉得刚才很多活动我以前都参加过 而且我也觉得那些活动非常好 但是因为我在人大福中学习过三年 高中三年 我对人大福中的一些不太好的现象 其实我也是深有感触的 然后我也非常关心人大福中的未来的发展 所以我想就一些现象 我想问问您对这些现象有什么看法 然后人大福中以后在这些方面会有什么改进呢 我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一个改革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分享到同样的教育 然后他们可以融入在一个班里 就是不一定非说好的学生都在一个班 不好的学生也在一个班里 您这个问题呢 第一 我们历史上实际上也从来没有过数学实验班 我们只有实验班 就是实验班 实验班 其实就是理科实验班 实验班 英语实验班也有 就是中国政府 因为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开 所以为了提高全民的英语水平 中小学都有英语实验班 这个是政府主导开的 所以英语实验班有 其他学科实验班没有 然后呢 我要跟你纠正一个概念 就是说在我的脑海里 在人大附中教师的脑海里 可能没有好学生和坏学生之分 学生在老师眼里都是一样的 我理解您表达的好和不好 可能就是成绩之间的差距 对吧 成绩不代表这个学生的好坏 那为什么一定要分班呢 这个分班呢 实际上我觉得 您要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要跟你讨论的一个结果 包括您表达的就是想达到最好的结果 我不知道您的结果 您比如说按照您的思维 我现在前面 秉赋比较好的同学 学得比较快 这个一个班可能都考上清华北大了 那么后面没有 这个班几乎或者说很少几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 那么我现在也在探讨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清华北大作为短期的一个成功目标的话 我也想问问你 就是后面的班级我们到底怎么做 这个班就会跟这个结果差不多 我觉得可以把一些成绩好的学生和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放在一起 他们可以互相学习 甚至是互帮互助 而且就是我确实觉得人大附中给我们一个很自由的空间 但同时其实我们是能感觉到高考的压力 因为尤其像当时对于一些出国的学生 我感觉学校并不支持学生出国 然后经常因为我当时是在实验班 所以基本上实验班要出国的学生必须保持他自己的排名 在年级的多少多少名以前 然后你才允许继续准备出国 但是如果说你的名次掉下来了 然后很可能你就是学校不建议你出国 或者有的时候年级组长还会找你谈话 说能不能不出国或者什么 我觉得人大附中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校 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学生出国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第一个问题 你那会提过这个出国证明的时候 会把你的名次注在后面吗 出国证明 你就是开出国成绩证明的时候 那里还要求名次吗 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个概念 好像有过 是吗 对 就是感觉学校好像不是特别支持出国 应该这么表达吧 我觉得 刚才前面讨论的 好多嘉宾在讨论的时候 我就想发言了 我想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 比如说像我们的高中教育 我觉得我们做的可能 不比国际上 括弧包括美国 一些最好的学校做的差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大学 也做的跟国际上 括弧包括美国一样的好 这样呢我们到那个时候 如果再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的价值 好 谢谢您 谢谢 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的高中 我们的基础教育 应该是全世界还是非常认可的 包括我们现在培养的一些拔尖的孩子 大学没发期 或者大学留不住 周校长您好 您好 我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是作为深圳中学的校友 我想请问一下您 对于深圳中学教改方面的意见 或者说是评论 如果说是想要向人大附中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的话 请问是哪些方面的 谢谢 好 谢谢 第一个我还是先说说我们自己 把评论别人放在后面 从我们自己来看呢 我觉得一个学校如果说 我觉得考一个好的大学 现在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 如果一个学校 一位老师 连老百姓这种最基本的需求 都不能满足的话 这样的学校 这样的改革 都不能是成功的 都不应该被认为是成功的 但是 我觉得这个基本的需求 不应该作为我们唯一的追求 因为在这个基础上 我觉得我们学校在这方面 应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我们成功的背后 大家没有去看我们到底是怎么做成功的 我们是把什么材料做成这样的 所以中国人都是很容易推理的 因为中国人科研的方法大多也是推理 很少是实证的 然后就说 因为人大屋中有最好的学生 人大屋中有最好的老师 所以他的考试结果最好 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高一高二大家可以看到 学生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想干多长时间 他又被最大限度的许可 在我们学校是自由的 但是最后考下来的成绩并不长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 我们录取的分数可能这些年 可能跟我们的绩效也是一样的 我既保证它基本的需求能够达到 我们现在 刚才那个同学也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最好 我们现在一本的升学率是99%几 然后清华北大小年的话 大约这个数字我觉得在这说可能不太好 反正比较多吧 或者说最多 如果不引起这个非议的话 就是最多之一吧 这样可能更准确 第二个问题 评论深圳中学 深圳中学 这个事就是 我觉得我前面已经把我的观点表达了 是吧 我觉得答案已经在里面了 再说 现在深圳中学的校长跟我原来是一个学校的 我们是好哥们 所以我祝他改革更成功 谢谢 是国际大赛的一景奖的第一名 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看这边的赫尔是右边翅膀 那边是左边翅膀 即使是专门训练他这样的 这个瞬间也是很难抓住的 是吧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会 希望在明天能够再见到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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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